每当我无力靠近你主 请拥抱我 擦干我泪 为什么基督徒比较容易成功呢 第五点 因为基督徒有美好健康的自我形象 非基督徒是这样说的 我是浩瀚银河宇宙中 为目足道的无名小子 多我一个不算多 少我一个不算啥 我生的时候只有我父母知道 我死的时候只有自己知道 基督徒是这样说的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为基督徒是这样说的 我的存在只是偶然跟巧合 我是天空里面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到墨尔本的窝心 我来了你不必惊讶 我走了 没有带走一片云彩 你也不必伤心 这是徐志默的偶然 徐志默所写的偶然是这样写的 可是基督徒是说 上帝为我的一生 已经有一个美妙的计划 所以基督徒是这样说 我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太空浓湯 闪电产生氨基酸 闪电产生蛋白质 闪电产生DNA 但产电产生单细胞 闪电产生猴子 闪电被投了 很多人这样相信的 可是基督徒这样说 我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 最尊贵的活物 所以基督徒说 我的生命是一场游戏 毫无意义 基督徒说 我生命最高的意义 是为了荣耀神 你说这两种人 哪一种人更容易成功 有人这样说 我自终死亡 身体分解称为NH3CO2H2O 基督徒是这样说 死亡是采用构筑的凯旋门 令我到与神同在的天国 非基督徒说苦难令我愤慨 基督徒说苦难是神化妆的祝福 雕塑我的灵性更加美丽 非基督徒说 我觉得我自己一无是处 基督徒说 神造我 天生我才 必有用 你看这个差别 使你更容易成功 我的教会来了一个人 令我惊讶 两三年把大学读完 一年把硕士读完 三年把博士读完 太厉害了 我跟他谈话 我说你怎么会在台湾 什么大学都考不上 还被政府抓去当兵 到了美国来以后 一下子怎么变了一个人 他说 因为我的女朋友 现在在练神学院 我跟着她信耶稣 所以我信耶稣以后 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 所以我完全集中精神练书 所以很快就把博士学位念出来 他现在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做Family Counseling教授 我发现一个人 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他的潜能充分得到开发 所以基督徒更容易成功 最后基督徒拥有行动的造势力量 行动造势力量是这样 书家在万里情统中 微小片云而沮丧 凡人在心情愉快的时候 集结高歌 赢家在内境中隐行歌颂 带动愉悦的心情 他用行动来创造 书家在顺境中 预先看见困难 意气消沉 凡人觉得看得见希望的时候 努力上进 赢家努力上进 创造了看得见的希望 所以我们要有一种 创造的行动造势力量 来我们看最后 这三个 输家幻想日子的艰难 尚未出发就充满挫折感 凡人仔细计算 成败得失的几率 作为进退的依据 赢家相信神会赐福人类的努力 迈迫向前 拥抱神的祝福 我们再来看第七个秘诀 我原来还有两张power point 没有打在上面 第七个秘诀是 你可以锻炼在基督耶稣里 有敏锐的眼睛 能够捕捉到上帝 祂的带领跟祝福 所以我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用我们心灵的眼睛去捕捉上帝所给你的惊喜 英文有一个字叫serendipity S-E-R-E-N-D-I-P-I-T-Y 叫serendipity 这个意思就是说意外的惊喜 跟英文另外一个字很像叫surprise 上帝常常会使我们有一个很好的surprise 为什么呢 因为以赛尔书55章就这样说 天怎样高过地 照样上帝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 我讲完这个故事就结束了 现在要讲的这个故事是两千多少的 2005个故事当中最好听的 有一个人名字叫弗莱宁爵士 他进入实验室的时候 发现傻瓜一个 所以他拍了自己的额头 昨天晚上还回家的时候 怎么忘记光窗子呢 结果培养机里面的细菌 不知道外面哪里飘起来一个细菌的报纸 这个报纸竟然把所有培养机的细菌 通通都杀光了 哎呀 让我一个礼拜的实验都泡汤了 哎 平常的人把这培养机的细菌倒进垃圾桶 再重新实验 那这个弗莱宁忽然想一想 哎 这个报纸到底分泌出来什么神秘的东西 把培养机里面的细菌通通都杀光了 所以他拿起来以后 只是去培养这个独特的报纸 发现这个新的细菌 可以分泌出一种化学物质叫 培尼西林 培尼西林 那是一种抗生素 但是人类发现细菌 可以分泌出一种神秘的物质 是抗生素 叫安泰白阿特 他是从发明这个以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军啊 如果子弹啊 或者是炸弹爆炸的时候受伤的话 没有培尼西林的话 所有的人通通都要把肢体截掉 因为会腐烂的 会生虫的 会生细菌的 但因为有弗莱宁所发现的培尼西林 所以全世界很多人性命得以保存 如果我没有弗莱宁的话 我现在已经没有活在这里 我有几次好危险的时候 都靠着抗生素 我走过来 哇 他真的祝福了很多人 但最少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他知道在上帝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 这个细菌把所有其他人都杀了 我要去看他们里面有什么神秘的物质 就是上帝会给你一个惊喜 哎呀 我至于是经验到许多漂亮的惊喜 上帝会给你出人意外的带领 我到现在67岁了 我还在梦想 我67岁到70岁中间 上帝会给我一个惊喜 上帝会让我惊喜 上帝会让我惊艳到 哇 你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哪两个人 年纪已经很大了 还是信心满满的说 约书亚 我能够把敌人这座山 完全攻克 克服了 战胜了 那个名字叫约书亚跟加勒八十岁了 看啊 我还是强壮 八十岁等于今年的六十七岁 现在的六十七岁等于约书亚时代的八十岁了 所以我还是祷告上帝啊 如果你看得起我的话 希望我六十七岁的时候还能够为你说一点事 这是我的祷告 那我现在相信 不久以后马上就有惊喜 对 上帝一定会赐给我们 只要你有信心 上帝一定会成全你的梦想的 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祂也会帮助你的 我们一起第一号做个祷告 上帝啊 我们有了基督教的信仰 人生更加美丽 开展了许多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开展了许多服事的机会 也提升了我们的人格 愿上帝施恩赐福我们懂得应用 基督教的真理 像保罗所说的 世面受敌 非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不止失望 招逼迫 不被丢弃 打倒了 不至于死亡 愿上帝赐福 让我们因着信仰的力量 是我们有限的人 跟无限的上帝结合 是我们赤时空的人 跟超时空的神结合 我们能够经验到祢的大能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每一位 听完这一堂道 我们能够跟永恒的神结合 站在祢这一边 永远存着信心和盼望 在侍奉的道路上逃祢喜悦 垂听祷告 奉耶稣的圣灵祈求 阿们 在圆山上逃祷告 奉耶稣的圣灵祈求 在圆山上逆着 古老历世自家 作为修路同护标志 我爱这世之家 迎祝祢荣耀家 来在圆山上逆地人受死 我宝贵古老历世自家 一直到我夫夫主教前 我坚持古老历世自家 我坚持古老历世自家 等有天我将他还还眠 祝福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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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